欢迎收看闪耀北极星 我是华冠头顾刘艳良刘老师 还记得我跟大家预告的《回答财报》吗 我说当市场上的分析师 黄尔杰那边 普遍看好他的表现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一个情况 他的确优于预期 但是不够好 因为现在市场上很贪婪 大家觉得他是全村的希望 对他是用高标准高规格看待 就像台积电也是一样 大家认为他应该要表现很好 带领台股前进 所以纵使他成绩带还不错 但是没有到达完美 反而市场上一些失望性脉牙就会掉下来 来回看要回答 我们在公布财报之前 我看投影片 在公布财报之前 我已经画出了这条下降压力线 我说什么 基础分析告诉你 来到了压力线附近开始横盘 只代表一件事情 多方没把握 有把握直接攻上去 这算经济学家讲得多好多乐观 从选择权的银行波动率来看 还预期说公布财报之后会大涨9.8个百分点 因为过去三年他的平均公布财报之后是涨8.1个百分点 这次更乐观 结果让大家失望了 旁后跌了8%多 那么在昨天来讲 中场跌幅稍微收敛 带跌了超过6个百分点 越压回到了越线附近做整理 而且这两天的压回 它其实是带量的 换言之回答 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向上攻的机会 这就是我说当时月季线死亡交叉 少则整理一个月 多则三个月 整理一个月 如何结束可以向上 就靠回答 假如回答财报不行 那么整理期 极有可能拉到三个月 那三个月过去是什么 大选嘛 对吧 也符合到过去美国的一个统计 大选前通常比较容易 比较瞎服整理 尤其是当两边选情紧绷的时候 你很难去压保哪一边 压错怎么办 我压A不对 压B我也不对 那我不如不要压 所以有些 想压保的人 他就会选择缩手 但是各位 这个市场不是只有外资 你要想一下内资做什么 外资不敢压 但是内资 可以趁着外资的势力 薄弱的时候 取得 主导盘式的这个掌控权 所以常常指数没有表现的时候 我说最好赚的机会 反而是那时候 因为指数没有动 全资股没有动 那资金往中小型股跑 只要部分的资金就可以推着很多的股票向上走 所以价值到选前 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标股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么回答来讲的话 第二季财报又预期 终于是第三季就不够好 预估325亿 那所谓的这些市场上的专家预期是平均值319 但是高标给他很高 360的370的 所以更高的都有 那离如果预估值 最高标预估值落差太大 所以大家认为你的没有爆点 没有爆点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失望性脉牙又出笼了 好各位看到大盘 但是对台股影响性其实没有到这么的大 我说过我是中性看待 对吧 那昨天往下掉 留了下影线 今天往上涨 目前来看盘中的数据往上涨了 78点 还是呈现什么 很盘整理 21800那是月线 到22500大约是季线 就在这边晃啊晃啊晃 但你说未来整理区间会扩大 肯定会 一定会扩大 但是现阶段就这么小 那再扩大其实也不会到哪边去 你没有什么 一些重要事情可以激励他 有些表态机会 那下一次的大事情 真正够大的 应该是联准会的降息 可是除非很意外的降息 两码三码 否则只降一码的话 还是市场上的预期之中 只怕对行情的一个突破 没有多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目前看起来 指数就继续这地方横盘了 那我必告大家有一个小小隐忧是 外资期后进空单 来到3.7万口 当然之前这个地方是4万多口 所以景气值多少 4万口 假设这个地方 外资多单 空单就空在这个地方 3万5 3万6 3万7 那没关系 但是只怕他往下加码 往下继续加空 加到4万口 你要小心一点点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会跟大家做报告 那今天尾盘是NCC在调整 代表说今天尾盘成交量会放大 那是不是会涨海跌呢 台股是两降一瓶 三个指数里面两降一瓶 那么从他公布 权重到现在 这两周多过去 外资在现货的一个 大盘的买卖超 大概是小卖10亿 原则上的磁瓶 所以我觉得极有可能 我现在没收盘 我猜想了 收盘应该极有可能 会稍微往下掉一点点 好 那么呢 各位量能不出的话 全球股没细唱 但是你记得 这时候是要抓小放大 下礼拜的半导体展 市场上的焦点在哪边 细光子 再来是9月10号的 苹果秋季发表会 大家期待另一个村长 用没有机会一人救全村 到时候再来看看 来OTC 什么叫内置主导盘式 很简单 OTC大盘哪一个走得强 一定走得强 那一方主导盘式 那大盘卡在颈线 各位他七早八早就过颈线 我就说这很明显 因为什么 融资减幅 有跟上大盘 应该说跟上OTC指数的减幅 但是全市场 只有我 算给各位看 全部人都说 融资减幅不够 要打第二只脚 这第二只脚 等到现在等不到 哪要打第二只脚 等不到 那各位如果你去看OTC跟我们一样 融资减幅哪比不够 够的啦 所以为什么当时东西连线 早上十点连线我就说这地方 大概不会再有低点 当时我直接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讲 不会再有低点 因为早上已经万箭齐发 全券商的系统 电脑开始狂跑 开始砍砍砍砍砍砍 你还砍了快一小时啊 从9点多砍砍到9点45分 砍完了 那代表后面没有强制平仓的 强制出厂的卖压了嘛 对吧 那果然运路上来嘛 这款颈线我跟你讲过 所有全世界行情都一样 指数大型股走在前面 因为是控盘者的杰作 但是控盘者拉指数上来之后 后面换成是中小型股 所以你会看到上半年全资股很强 我说下半年至少在第三季 你要注意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来目前年的五日线 很强劲的往上攻 当然是慢慢的推啊推啊推 因为大盘也不强 所以他没有急功的本钱 但至少他不会弱啊 这代表说很多的好股票 不管是机优股啦 业励成长股啦 集财股啦 你都要好好的把握 他们轮动轮涨的机会 来进来看一下CPO 那CPO大概现在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个未来的商机 但目前坦白说 整个占各公司的比重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是从无到有 从有慢慢变多的一个过程 这时候其实是对股价最有爆发性的 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 台积电的大联盟 CPO大联盟大概已经组成雏形了 那有些就算不在里面的也是很强 它这一档零亚最近最标的 因为它搭上是谁 intel intel可是比台积电更早 就在弄所谓的细光计划的东西 那它做的是最上游的这些晶片的部分 累晶的部分 那虽然它的财报没有很优异 但是呢 这个东西出货看起来是确定的 所以股价呢 最近来讲是 一口气直线向上狂奔 快进去前波高点 那这地方你就要注意一下 套牢卖押 要做化解 包括讯星也是一样 它是做封装的 东西你出货给国外的博通了 那股价抵下去之后呢 来到了这个地方 银线支撑 所有之后呢也开始向上 你再回所有均线之上 那我说你要把握的是什么 台积电的大联盟 我说台积电这几年 想法不一样 故意它会想 我把如何把自己做到最好 什么事都要自己来 但现在它想的是 我把核心技术保留住 我什么都要自己做 太累了 我专心拼我的先进制程 2亿米量产 未来可能还有更低的 也许要其他新的一些计划 它把核心翻那个地方啊 所以像COWAS 为什么有先后段要下放 为什么要下放 前半段 蓝的我自己来 后半段简单的我下放 对吧 包括我预告过 邀过FOPLP 它极有可能找群传合作 所以现在两间公司 没有正面的回应 就像有位签保密协议 不会跟正面回应 但是各位 美光去年就向中了群创那一座 南科四代厂 刚才谈了这么久 就差没签字而已 半路杀出台积电 说这个厂我要了 市场上开始传言 台积电是加钱 花200亿去买的 就后来公告出来 哪里有加钱 174亿啊 171亿吧 哪里有加钱 没有加钱啊 代表什么 它不是靠加价去抢的 一定用其他东西吸引到群创 甚至是搞不好它的价码 比美光更低 我不要美光 我少赚点钱都没关系 备有更庞大的商机在等我嘛 对啊 那是什么商机 那台积电合作商机嘛 那你说FOP、OP 现在只能用在成熟制程 如果台积电呢 往上提高档次可不可以 可以嘛 就算做不到AI伺服器 最高阶的晶片 未来这种最前面 前段最先进的用COVAS 我后半段用FOP、OP可不可以 可以啊 谁说一个封装要从头包到尾 谁跟你讲的 我每一个阶段都要用FOP、OP 都要用COVAS 谁跟你讲的 对吧 所以呢 各位看到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医院印证 那包括各位CPO 台阶大联盟站队出来了嘛 媒体点名了嘛 因为在办法提展里面有讲的厂商像这一些啦 那这里面很特别 大家除了想到 矽光子不就是应该什么 应该是光通讯厂商嘛 没有里面有封测厂商 还有检测厂商 为什么 做出来要检测嘛 我乖做什么东西出来都要检测嘛 材料分析 验证分析 可靠性分析嘛 不就是要做吗 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像 旺矽、矽格那种封测都进来了 或是世界先进联发科 那里面大部分来讲 还是属于什么 属于跟 所谓的矽光子的光通讯 或相关的设备封测有关系的 那我们从里面找一下 台积电供应链 这些来讲被点名了 但未来台积电真的开始弄出来的时候 这些公司就有机会受惠嘛 台积讲的 明年来讲 先来做个小的 Coupage的部分 做个插把的Coupage部分 后年就要把COVAX跟矽光子 combine在一起了 所以真正大爆发 应该不是明年 真正业绩大爆发在后年 但是明年开始 就会从看到很多的商机开始进来了 其中这一档 三四五年联军 各位 做封装的 西光子封装的 除了讯星之外 还有这一档联军 那他转投资的圆捷科技 圆捷科技 各位看到 这个地方 除了联军之外 为什么圆捷科技 摆在前面 两接放在一起 他们是母子公司 所以那圆捷科技没有挂牌 所以你只能买联军 联军这一档股票 然后呢 早上冬天下问我 老师会涨太多了 还纳入NSCI 那813宣布现在 外资买一大堆 会不会被盗 我说就要尾盘被盗 就说尾盘被盗 但是以他目前外资偏多 还有投信也进来 业绩还向上 那假设NSCI 调整 各位 请问他调整 为什么是一季看一次 每天看的话 这些经营人疯了 一季看一次 代表过程当中 我也许 某些股票看好看坏 我可以稍微加码一点 减码一点嘛 反正你下一次检查 我的尺骨权重的时候 我调整到符合你的 公告的比重 那就OK啦 对不对 就像很多人 最近吵得很热的 某个档帐的问题嘛 没有查之前 那边多那边少那都算 要查之前 要做成 会计报表之前 最后把它调整到OK 但要合法合理调整 调整到OK 数字正确 不就好了嘛 中间会被 这一笔少计那一笔多计 会嘛 可是呢 你在财报正式完整之前 你要调整到位啊 而不是哪个东西虚假 就是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嘛 对吧 包括像前顶 有没有也是被点名在里面的厂商 现在看的都是里面有的啦 前顶在这个地方 前顶 在这里 第一间 有没有 反正我现在讲的都是里面有的公司啦 那我觉得有被点名的 其实事实上 跟台积电真的有合作机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台积电暂时也没有正面的一个承认啦 对吧 好各位前顶做什么 过所谓的一个光收发模组的部分 现在的光通讯是这样子 Data Center是这样子 光收发模组 就像是我现在你要通我 假设我这边是一个 X晶片 你要怎么样传去的讯号 来左手接一支 右手接一支 光讯号 跟电讯号转换 这边一支 这边一支 光变电 电面光 各查一支 那现在后面来来是做的 是有接近 譬如我接近我身体 好这样我衣服好了 靠把这种收发讯号的东西 放在接近我的身体 但是的未来来讲是什么 直接坐在我身体上面 黏在我身体上面 这叫什么CPO的部分 由远到近 这就是CPO的重要性 好 再来波罗威做里面一些 相关的零组件的部分 各位看到 也是这一波向下 打到际线之后 开始摸摸上来 也可以接近前波高点的 还有光盛 光盛也是透过他子公司 叫和盛 来做切入的动作 那今天来讲是比较大拉回 那前一波 过去来看他是标的最凶那张股票 因为那是光通讯里面 少数真的目前成绩 但有拿出来的部分 但不是因为CPO的部分 目前很多光通讯 原界厂商 纯粹是因为资料中心 Datacenter的需求在盖 用了更多的光收发模组 用更多的交换器升级 并不是因为CPO 但是大家期待是未来CPO 你也会分到一杯羹 那最后再看这一档 真正我讲过 我从今年年初讲 台积电玩玩CPO 这些公司肯定会受惠 因为台积电非常非常有渊源 你可以跟大家讲 渊源到底在哪里 我说除了他们中间有交集的东西叫做 中美金公司 中美金集团之外 各位 他的总经理 胡总 胡总 他是台大电机系的做事 重点是各位他当过什么 他当过台积电的公司的部经理 还当过什么 台积电子公司精裁的副总经理 还当过什么 奇景光电的副总 最近奇景光电 通过他私募持有他5%多 两个要合作 两个未来就是他的 专场跟你的CPO 两个合在一起 他的一个特殊的封装模式 一个CPO结合在一起 要针对很多的 多晶片模组做封装 各位目前都是单晶片 他将来只要针对多晶片可以做封装 这又厉害了 那为什么这些 关系 总经理的背景知道吗 台积电精彩 其景他都呆过 对不对 所以各位很明显的就是 这些公司 目前也即将要再创新高了 虽然财报没有上来 但为什么我从年初到现在 持续跟你讲这些公司 每次讲光东讯 我特别提上权 上权 我今天告诉大家 因为他跟台积电 关系匪浅 而且就我的所知 他真正已经跟台积电有合作 他家会导合作 那这些是被点名的 台积电联盟 他那些是台积电以外的阵营的 重点是如果看好台积电 在发展矽光子 这一间上权 关系最紧密的 你要持续的关注下去 好了 除了矽光子之外呢 有没有一些 业绩好的股票 有机会启动的 守株待兔 有 我这一拜周报 里面都是一些转机股 或是他是业绩成长股 然后呢 股价还在整理 准备要有机会补量上工的 想要趁现在台股在盘整 把握这些好股票 DNA把握机会的 赶快通我们LINE 留言跟特助做索取 今天节目就在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各位 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